圣方济各教堂 圣方济各教堂的外观呈现粉黄色 两层楼高的普世建筑令教堂极具特殊风格 顶楼为钟楼 教堂前的广场两侧有餐馆 一边是专做蒲国菜的餐厅 一边是专做中式料理的店家 在这里用餐可以欣赏教堂的壮观与美丽 用完餐还可以沿马路散步 欣赏江河入海 海风吹拂 令人心情也舒畅起来 圣方济各教堂位于陆环 亦渡亚马济市广场 2008年刘德华与舒奇主演的《游龙细凤》 曾经引发热烈讨论 其中最动人的一幕 就是在圣方济各教堂前演出 就连韩剧的《公野蛮王妃》 也曾与此取景 其美丽的场景获得不小青睐 1904年圣方济各教堂 曾是加诺撒女修会管理的御音院 后于1928年为纪念西班牙传教士 圣方济各沙无略 更名为圣方济各教堂 这里因为曾经收藏 现在大三八底下 59位日本籍及14位越南籍传教士的 部分骸骨而闻名 在圣方济各教堂内 有一幅手抱婴孩 身穿中国服饰的圣母像 据说是当时会徒的中国人 希望基督教能在中国被接受 因此将圣母会成中国装扮 并手抱身穿中国服装的耶稣 相当有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